我想就像军队在超兵 这没办法的 对不对 这很现实的 同一个眼神 同一个动作 同一个声音 非常严格的 要超兵 所以要阅兵大典 所以我想 我们男生当过兵的 都了解这个道理 一个人这个潜力 真的可以发挥到最高 硬撑可以 可以的 那你又不愿意 这样而已 在这边也要提醒 如果有人打瞌睡 包括我 请你给我提醒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会做噩梦 有时候你会睡不着 但是有时候 但是你要请旁边的 帮助你 做得要正 不要打瞌睡 手要放哪里 如何如何 所以 当然这些只是一个威仪 不放威仪 不放威仪 所以 不放威仪还不够大秤 还要安住菩提心 然后 所以各位 你听闻的东西 你没把它听过就算了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 你听完以后 不要去看别的书 因为 除非是为了刚刚 仁婆切法师 所讲的内容的主题 你要更深入的 你去找可以 不是说 反正我喜欢看看这个 我就看看这个 那你就 太我直了 太法直了 不同的尊重 所以 你要 很快地去讨论 刚刚 就像 昨天仁婆切 马上我 马上叫我 跟他去吃饭 他第一个就问我 刚刚 你讲了如何 可不可以 接受 内容要不要改 早上 又要找 找我去吃饭 可不可以不去 我说中午好不好 中午 我每天中午 陪仁婆切吃饭 因为仁婆切 过去是做过我爸爸 所以 但是他就会很关心 怎么样怎么样 要做什么 要改 你随时跟我讲 五分钟间跟我讲 我都改 我要讲东 你说西就西 因为你比较了解 你的 这些 学生徒弟们 信通 他随时可以改 他不见得要用 他的讲法 如果 真的没有 没有想法 他就会尽力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 谦虚吧 他只是说 我不知道我讲 你们有没有用 但是我 我一定配合你们 但是随时 透过吃饭的时候 沟通 世上仁婆切 吃饭是没压力的 这是因为 我们两个 一个讲中文 一个讲中文 当然中间要透过人 沟通沟通 而且我吃东西 也是个坏习惯 我都吃不完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 因为 后来仁婆切 有发现 他也吃不完 他吃不完干嘛 他是念了老半天 赶快拿去私死 要私禅死 念了比我们还久 比我们的 佛前大功还久 一直念 然后我就在那边观想 后来我发现 我吃完也不对 人家要私禅死 所以 我想这个是 你要去学 当然我跟各位讲 你有机会接近老修行者 那是你的福报 每个人身上都有 不可思议的特色跟价值 真是的 就像昨天在那边打坐 我对着仁婆切 我就知道 我可以全身发烫 因为 这个是加持 诸佛菩萨会透过他 这个是一个信心 我想 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你念阿弥陀佛 当然会有加持 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 当然阿弥陀佛还是加持 你不过是加持到石头 因为你心没打开 就得不到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七 就是克其取证 就像超度一样 死一遍一样 七就是一个超越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有决心 去突破自己 改变自己 忤逆自己 爱睡觉的不要睡 爱乱想的不要想 爱生气的不生气 你要有一个决心 懒得用脑筋的 都用 因为你要做菩萨 菩萨不是每天都不想事情 反正我该做完做完再见 这样而已 那你就 没资格做菩萨 没资格做菩萨 就不要管人 有时候还想管人 人的傲慢 反正我希望别人听我的 但是自己的思想又不圆满 所以我认识一个老和尚 现在病得很厉害 死也没办法往生 因为这种痛苦 真的很难修行 甚至会影响到往生净土的信心 因为太痛 为什么呢 我都帮他查了原因 过去是因为自己的疏忽 带兵的时候 害死很多人被杀掉 军队 这些军队都怨他 因为他一个错误的命令 害死很多人 造成他生生世世 就是永远心情压育 生生世世 这一世也一样 虽然很精进 但是心情很压抑 永远笑不出来 没办法超度了 没办法超度 所以 当然如果在这一点 如果他不了解 甚至 所以 在这一点 这就是修行 修行 佛菩萨的动作 就是佛菩萨的动作 个人的动作 就是个人的动作 那在这一点 当然要自我 自我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为什么叫生的威仪 要有这尊佛的 圆满的威仪 叫三十二相 八十岁信号 那从哪里修的 那你这一点要注意 佛陀有六十四犯音 那怎么修的 佛陀的一个圆满的 觉醒的心 叫义的功德 那怎么修 我们不能光追求义 而忘了 因为你要成佛 这些生口义 而且 不能光生口义 佛陀有千万个 转轮身亡的福报 你虽然修得很好很好 但是你没福报 没跟人家结过缘 释迦牟尼佛是在 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众生上 都奉献他的生命 叫三千 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天教主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过这样的奉献 我想就像各位施主一样 施主因为供养过生团 供养过某个法师 这个法师 你打个电话 我感冒 帮你写牌尾 因为这是功德主 帮你超度 就这样 因为你扶持过这个法师 所以同样的 作为一个菩萨 我们是要服务过 奉献给所有众生 那这个众生将来 他才会愿意来服务你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我们来这边 我们过去是一定跟会长 甚至我跟感情 所以同样的菩萨不是为了 菩萨就是说 你没有跟任何众生结果员 你度不了他 这个结果员甚至是奉献 在他身上要布施 持戒 人禄 等等 财师 法师 等等 不然你没办法 去度他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千万不能有个性 就是说 我喜欢 我不喜欢 不喜欢 更要回想给他 不认识 更要想办法 跟他认识 这是一个菩萨概念 因为讲 是无量心 持无量心 无量就是 没有一个众生 是离开这个 所有众生 没有一个 不是对我有恩的父母 那你要这样 确信的去服务他 让他快乐 让他离苦 水洗他 保护他 这样去观修 当然观修的方法 就像刚才念 观世音菩萨 那你要融入于观音菩萨 这观世音菩萨 加持你 然后你要做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开始去帮助他 法界众生 再来人世间 因为世界各地 那你要去看 就像你去老人院 看到有这个样老人 那样的老人 那样的 你要一一观修 你现在不是你在帮他 是透过观音菩萨的力量 在帮他 观音菩萨是无所不能的 辨知一切的 圆满无碍的 去帮助他 这个叫持无量 这叫无量心 要修 就是一直这样念 一直这样念 或者是 帮助六道众生 消除恶业 断除 贪嗔痴 满于嫉妒 让他六根清净 让他圆满六波罗蜜 愿他往生诸佛 净土 将来成佛 这是一个思想 就管输 所以观音菩萨承担 他们所有的痛苦 当你转经论的时候 放出观音菩萨的甘露 就不断地在自他交换 这个转经论就在这 吸进来放出去 吸进来放出去 但是这里面 不能是光观音菩萨做 因为我们是学观音菩萨 所以我就变成转经论 我这个身体就在自他交换 众生平等自他交换 就这样就把自己 但是透过观音的菩提心 透过自己的悲心 按住自己的空性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交换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马里白美乎都可以 那个时候就保持在 愿意这样做 当然你这个做法 当你下做 上传佛教很喜欢上做下做 上做当然就很认真了 但是上做是为了下做 当你下来面对人世间 纷纷扰扰的 对对错错的 你还是保持这样的心态 我想仁波切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 可以看到这一点 就是他老人家很愿意 从这个很谦虚的 客气的 柔软的去学习 那是各位跟老人家结缘了 那你要有这个个性 千万不要让老人家生气 那弟子不合呢 就气死老爷 上师找死都是因为弟子不合 做徒弟的做弟子的 让法师让上师懊恼 不尊敬 那怎么办 就是忍嘛 能够修忍啊 你不好来 忍不了就失败 就是如此 做媳妇的 不要去破坏你先生跟他妈妈的关系 这不应该的事情 妈妈再错 也生出这个儿子 我们只能孝顺感恩 他是现在的媳妇 哪管这一套 对不对 拉着老公往外跑 我们移民出国去 不跟你妈在一起 但是我要你妈的钱 这是老套 所以这些情况 如果是我们修行 当然不行了 这些要去反省 检讨 所以这些世间法 你都要去做好 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有学习的空间 比如说唱颂 做威妇 那如何 让自己这辈子就进步了 你们说 我不会唱 不要叫我唱 有些人说 你为什么不叫我唱 因为你唱得难听 我干嘛别人要叫你唱 奇怪 我觉得我唱得很好 所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一个人没有空性 有强烈的我指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唱得好不好 他只会认为 别人怎么会叫我不要唱呢 这个世界没有这种事情 好的事情不敢我宣出去 谁要去压 没有人 我们这边又不是什么 特权机关 对不对 好的拿来用 但不要勉强自己 强迫自己 就是让别人去 接受你的痛苦 你唱得不好听 干嘛要拿麦克风呢 有这个意思 你讲得不好 干嘛要硬讲呢 你煮饭煮得不好吃 那我们全部人都翻脸了 有些人说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吃啊 那是你自己吃可以 因为没有空性 因为没有空性 空性就是了解别人想什么 所以我这样说 我只要告诉各位 你要把所学的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 待人处事 让别人感受 也就是说简单的说 各位在这边参加七天 你的朋友信徒在那边等 我们海盗法师七天回来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像我每次出国回来 去机场接我的都看我 师父你胖了 你瘦了 你黑了 你白了 就是跟我讲这个 我说你没看我的心 有没有变 每次都看我的外表 所以你要去了解我的心态 有没有这样出去几天以后 有回来又没有改变 这样而已 因为你要学我这个 不然你来接我干嘛 所以当然世间法看的是这个 佛法看的是心态 就像我在这边看了仁波切 他比我上回去美国看 又健康又白又胖 好耶 又有精神 虽然他这次宣布说 他老了可能不行了 要死了 最后一次了 我看还久了 这很好啊 这样非常好啊 心态上我讲法非常的次第圆满 年轻很好啊 内容非常的扎实 因为这是自信流露的 自信流露是他把这个佛法 已经融入他的本体里面